你看我有两只手的配合 跟我的骨盆 它们三个去的是一个方向 以一个方向 转腿 转手 推出去 右手 转右腿就推右手 左手是收回来 整数拍 在你做摆档的时候了 我们摆档是不是就能启动你的肋骨了 摆档是不是就能启动肋骨 你看 我的肋骨什么时候可以做 是我要有摆档我的肋骨 才能启动 那我启动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臂 出去的时候 你要感觉你的身体和手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转动 上去 你看 我每一步都是什么 手和我的身体 越来越远 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手和我的身体要 越来越远 能看到这个一直 越来越远 也就是身体和你的手越来远 其实上就是你的肋骨 和你的手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打开 越来越远 转动 然后转动的时候 摆档的时候肋骨往下往里 转动的时候肋骨要往哪里 对吧 爸爸组外 那胯骨要实质的去外面 妈妈组内 肋骨是往里的 组内嘛 往里 也就是妈妈把爸爸制止住了 你不要出去 宝宝就老老实实的 在身体里面待着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会把这三个点 给小朋友们会这样讲一下下 胯骨 肋骨 小腹 胯骨是出去的 但是你不能完全出去 谁来制止他呀 肋骨来制止他 小腹就是使劲地往他们两个中间集中 男生的手臂 男生的手臂 我觉得更多的是框架 路线是一模一模一样的 就跟我刚才的这个手臂的路线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男士在跳舞的时候 你不能去做女士的这种 就很妖娆 对吧 男生在做的时候 我要看到更多的是框架 在这撑住 也就是女生在做延长的时候 比如说女生要延长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那男生可能就这样做起来就不太协调 或者不太美观 那男生更多要是用的后背 背裤肌子要往外撑 框架你要感觉永远找到这个圆的感觉 圆的感觉 男士的手臂会在这个位置上更多一些 男生跟女生的手臂 只不过在我看来 我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女生的手臂的这个空间 可以更加的多远一点 你看 就女生的手臂 你看我可以像流水一样 我多一点也可以 我少一点也可以 但是男生你看 如果他要是少一点 他这边给多一点点 这边出去再多一点点 就不太协调 但是女生呢 可能他的身体 他更加柔软一些 因为女士跳线条 跳的这种直立的感觉会更多一些 那女生可能这样做起来 就很漂亮 那男生这样做起来 就不太好看 所以说男生 更多的是框架感 路线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你的肘关节 你的小臂 你的转动 都是一样的 你看 男生的转动 我会把它放成一个大的位置上转 我会把我的后背撑着转 在一个大的位置上转 我收手摆档的时候 我不会像女生一样做这么多 我男生的手臂 我就会给一点 我感受到他 我就要去下一步了 给一点 感受到他 就要去做下一步了 看这是男生的手臂 会更漂亮一些 那女生我就需要 完全你要 让我看出来 你在给他 看出来 你在给他 尾椎在这 小腹在这 一小腹动了 尾椎就动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自己试一试 尾椎是不是就在 小腹的后方 对不对 你想想你把它收进去 我们的小腹调动 小腹收进去 其实就是你的尾椎 在垂直地板 这个时候 你的尾椎 没有垂直地板 我把我的小腹 调动起来 其实就是你的尾椎 垂直地板 这个时候已经启动尾椎了 那你动小腹 其实就是在动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恰恰 那在刚才这个 伦巴手臂的这个基础上 我刚才讲了 有弹吉他的位置 对不对 恰恰非常简单 因为跳恰恰的时候 你不能像伦巴一样 收这么多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 是不是多少 有点尴尬 对吧 那我们看到很多 现在小朋友 跳舞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他们的手的幅度 动得会非常的小 但是很协调 这个协调 怎么来比喻一下呢 我觉得这个协调 可能像流水一样 流水一样 恰恰恰 1 2 3 恰恰恰 1 你看 他的手臂流水一样的线条 那这个时候 他是哪里在动 当然 我们的这个手 一定是 先经过伦巴的这种极限训练 一定要听我讲 伦巴的这个手臂 一定要给到极限 就是你不给到极限 你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你的伦巴的能量的 所以你的伦巴 要先练到极限了 每个动作 先练到极限了之后 跳恰恰的时候 收一点点这个力量 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 你没有办法每个动作 做到极限 再去走 就是很奇怪 所以说你在跳恰恰的时候 它的力量 首先是在 伦巴的这个力量的前提下 收了一点点 收多少呢 我觉得收10% 20%就足够了 把它收回来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要找到 弹吉他的位置 那在跳恰恰恰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每一次 你的中段的运用 也就是你的每次的摆档 恰恰恰是比较有摆档 2&3& 恰恰恰恰1 对不对 每一次中段的摆档 和谁产生连接 和你的肘关节产生连接 前提是你的伦巴的这个手位 你已经练的 已经肌肉记忆住了 你不能你的伦巴手位 还没有肌肉记忆住 你就直接给我找肘关节 恰恰1 2&3& 恰恰1 就会这样了 前提是你的伦巴的这个大线条 已经找到 你闭着眼睛都可以跳了 怎么跳你都不会出错的前提下 我们才可以找恰恰的手位 那恰恰的手位要找到哪里呢 和伦巴一样 我要看到 只不过我们会强调 肘关节和中段的这个连接 肘关节跟肚脐的连接 我的肚脐收 我的肘关节要跟着它收 肚脐走 肘关节要跟着它走 你看 肚脐收 肚脐走 这个肚脐它不是朝前 它要这边来一下 这边来一下 右边来一下 左边来一下 那你的胳膊肘就要 右边给一下 左边给一下 右边给一下 左边给一下 能看到这个点 就我们在跳恰恰恰的时候 不可以让你的手 或者 这个不太协调 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样的手位不太协调 你首先要找到胳膊肘 和肚脐的连接 同样要找到我们弹吉他的位置 弹吉他的位置 你看 其实我跟我伦巴的出手 身体你看 摆当送手 对不对 摆当送手 转动收手 摆当送手 转动收手 是不是一样的 你看 摆当送 转动收 对不对 摆当送 转动收 是不是跟伦巴一模一样 只不过在恰恰的时候 我要更多的强调这个位置 我不强调这 也不强调这 不强调出 强调怎么收 你看 我的更多的点在收 收 你看 我一直在找弹吉他 弹吉他 恰恰恰 那这个时候 很多人找不到这个力量的原因 就可能是因为你的肚脐 没有发生摆当 恰恰恰的这个摆当 摆当过去 rotation 摆当 rotate 摆当 rotate 那当然 你在做这种 2 3 恰恰恰的时候 同样的 永远都是你的肘关节跟肚脐产生连接 2 肘关节跟肚脐 3 肘关节跟肚脐 肘关节跟肚脐 恰 1 你看 我的肚脐走了 所以我的肘关节 它一定会发生变化 恰 肘关节跟肚脐 感觉有根线拉着它们两个 1 1 and 2 摆当 你看 我的肚脐在摆当 我的骨盆在摆当 对不对 所以我的手 2 就会有出去的效果 3 有出去的效果 恰恰恰恰恰能力 肘关节跟肚脐 and 恰恰 and what 也就是说在天下的时候更多的是 肘关节跟肚脐 有一种打击的动作在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的首位给了四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在这 第二个位置在旁边 第三个位置在这 第四个位置在斜前 我们从Lumba开始入手的 第一个位置在这 第二个位置在旁边 第三个位置顺势打旁 第四个位置虎口推到斜前 Lumba里面最重要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找到脚步 脚跟肘关节的配合 骨盆跟小臂的配合 转腿和大臂的配合 就这三点 只用找这三点 你把这三点找顺了 它自己就跳顺了 脚步和肘关节的配合 摆档和小臂的配合 转腿和推手的配合 就这三步 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你到底用哪里和哪里配合去出手 我觉得我们的手臂一定是先让你的大脑很清晰了 你的手臂的具体位置才能很清晰 那如果我们的手只是给大家一个绕鱼的脚慢了 手就要慢 但是如果你的脚快了 手就要快 这是一起的 我们只需要记住这三个点就非常重要了 第一点脚步和肘关节 第二点摆档和小臂 第三点你的rotation和推手 第三点 一在这儿 对不对 二就是 我手没有动 我的手的这个位置没有动 我只是把胳膊肘端起来了 去向旁边了 就是这么点 你看 一 二 就是这样 并没有这个一 二 抠一下 恰恰的手背发力 是后背肩胛骨和前方 后背肩胛骨是后面 你的前面还有肋骨 还有小腹 它们一起配合带动你的手臂 就对了 不要只有后背 只有后背 你就躺着跳舞了 还要有肋骨和小腹 接下来 你就只需要找到胳膊肘和肚脐 你要感觉两个胳膊肘跟肚脐拉了两条线 这儿拉了一条线 这儿拉了一条线 拉了两条线 一直你看 肚子转 你就很简单 你想肚子转 胳膊肘就要转 肚子走 胳膊肘就要走 要跟你的肚子跟胳膊肘产生配合 你看 恰恰恰 我原来让我的肚子跟我的肘关节配合起来 跳恰恰恰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你的大臂主动动 大臂不要动 不要主动这样动 收缩大臂不要发声 恰恰恰不要收缩大臂 我刚才讲的摆档的时候你就要跟肘关节配合吗 你看我的肚子走了 做摆档了 我的肘关节是不是也会跟着它走 跟着它走 2 and 3 and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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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肚子走了肘关节是不是也会走 3 chang chang 你就感觉有点像这种打鼓的感觉 这个胳膊肘就会很漂亮 手千万不要主动这样使劲 很多人会这样 这样就掏一下 不要掏 一掏你就会架肩膀 看我们 我从侧面给大家 给出去之后 我并没有单纯的用我的肩胛骨使劲 你看 如果我单纯用我肩胛骨使劲 我就会造成一个躺着的现象 从正面看 我的这个手就躲了 躲走了 谢谢